元宵节快乐 欢迎您在今天加入我们的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奥商议 头条我们一起来聚焦 帅团出访了 他是谁 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抵达了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展开了一连八天的中东访问行程 而他表示会争取更多的成果 包括签署合作备忘录 以及要争取说服沙特阿拉伯的国营石油公司 沙特阿美来香港上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经过十几个小时飞机航行和车程 在沙特阿拉伯时间周日凌晨三点多 抵达位于利亚德的酒店 他表示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副大臣 以及沙特阿拉伯驻香港总领事 中国驻沙特使馆临时代办英立军在机场迎接 抵达后第一天早上第一项行程 适合沙特投资部大臣会面 李家超相信这次行程会在投资和合作机会方面 和沙特当局加强沟通 刚才的副大臣已经说了 希望今次的活动会内容丰富 他也提及相当紧密的行程 他又很客气就说 可能我们会因为行程的紧密 都忙碌兼可能会疲倦的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很士气高枉 希望今次我们来到沙特 可以大家建立了友谊 兼且开设我们之间的交流 合作 而且互相去推广 他也提到这次行程包括参观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并和相关人员交流 力求说服对方来香港上市 阿美的企业是很多元化的 除了石油方面 都有不同的一些子公司之企业 我们香港的优势 我会尽量介绍 当然我会鼓励他们 我们香港做不同的参与 包括上市 李家超也被问到 他会不会考虑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办事处 他说目前当局已经在迪拜 设立了经济贸易办事处 辐射范围广 交通也比较发达 相信足够能够应付需求 凤凰卫视 显志张鼎和冯玉璋 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报道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 李家超昨天在出发之前 在香港国际机场就表示了 选择这两个国家 都是因为这发展成功的经济体 也相信香港能够获得很多的商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4号在启程前往中东之前表示 选择出访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 是因为两地都是发展成功的经济体 在金融 创科和物流等方面 都有宏伟的发展蓝图和愿景 发展需求符合香港优势 他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表示 香港作为内地和世界的桥梁 相信可发挥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 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去了沙特阿拉伯的国时访问 已经提倡了和推动着深度合作 在多方面大家开展一些交流 例如在能源方面 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往来等等 都是希望大家大力发展的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让我们去到中东国家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在我们推广香港 和令到香港多些发展机遇 李家超指出 他将与当地高级政府官员商界代表会面 并考察企业参加商务论坛 他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两地的资金出路和投资都有帮助 有信心可推广好香港 至于谈及全面通关后 人流会否增加 李家超相信 人流不会一窝蜂上升 而是逐步增加 各界运力也会逐步提升 他与特区政府各部门 为当天做好了准备 以应对突发状况 荒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好 最近画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帅团抵达了沙特首都利亚德 正式的展开 为期八天的中东行程 我们的记者 显至就在利亚德现场 显至无安 那其实今天的李家超第一天的中东行程 有哪一些重点安排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大概凌晨的三点多 抵达我现在深处的这个酒店 那当时呢 记者是在正门守候 不过他的专车呢 是从侧门进入 那他呢 就是非常耐心的等候记者 从正门转移到侧门的位置 并跟记者分享了一下 他接下来的行程 那他抵达利亚德的头一天 在凌晨三点多抵达以后 会稍作休息 随即在早上的十点 就会展开他的第一项行程去拜访 会会见这个当地的官员 那随后他在下午也会去参观当地 沙特阿拉伯正在兴建的未来城市的规划 那随后呢 他在傍晚也会在我现在身处的酒店这里 召开一场记者会 面向沙特阿拉伯的传媒 香港以及内地的传媒记者 去介绍香港的优势 那随即呢 他也会在我背后的位置 宴会厅的位置举办一场晚宴 那这场晚宴的头半个小时会有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仪式 那接下来呢 会有一场商业的论坛 那之后呢 就会有个吃晚饭的环节 那么他在江港抵达的头一天 已经行程是非常的满了 那想想我们也会继续跟进他接下来的各项行程 现在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 谢谢一知 那其实这一次李家超他选择首站到访的地方是沙特阿拉伯 在当地近年来为了实现2030愿景当中增加游客数量的目标 也透过足球还有体育运动以及大型的活动吸引了游客到访 近期提到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葡萄牙足球球星西罗 西罗去年年底加盟利亚德胜利俱乐部受到全球关注 俱乐部经营的专卖店趁势推出不少应有西罗名字的球衣大受欢迎 来这里购物的球迷认为西罗加盟有助提振旅游业 我们遇到这位来自利亚德的球迷顾客 原来多年前曾经带小朋友到香港游玩 他希望明年再来 利亚德也将在2029年在沙漠地带举办冬季亚运会 以及2034年举办押运会 而利亚德记则是另一个吸引游客到访一年一度的文化娱乐盛世 今年首次推出国家主题风情区 在中国承展区古色古香的油脂伞 灯笼以及中式亭台楼阁 再加上舞诗和便联灯演出 吸引了大批本地居民和游客到访 负责营运中国承展区的公司表示 沙特阿拉伯当局近年推出便利入境措施 希望实现2030愿景 之前沙特是一个比较保守 封闭的一个国家 那么自从推出旅游签证旅游业之后呢 那么简化了旅游签证的这个申请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从入关方面的话 也进行了一个优化 那么从这方面 那么同时的话呢 沙特旅游局 那么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这个酒店 还有这个地阶整体 那么也做了大量的这个 前期的一个筹备工作 有数据显示 沙特是20国集团成员国中 入境游客人次增长最快的旅游目的地 沙特从2019年9月底开始 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等49个国家 开放旅游签证 香港居民和内地公民 可以在网上申请电子签证 费用包括签证和保险 合共大约1000元人民币 沙特阿拉伯的旅游业界建议 香港特区政府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办事处 除了加强贸易往来 也在旅游业方面加强交流 推广和合作 凤凰卫视显志张鼎和冯玉璋 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报道 马上我会带你掌握到的是 史舒尔茨谈及于普京的电话会谈时表示 对方没有做出威胁言论 还有法国总理提议 缓和养老金改革进化 要缓解社会争议 欢迎回来今天的五件关键字 这是反应过度了吗 来看到的是美国军方 在4号就表示当天已经出动了 F-22战斗机在东岸大西洋的水域 美国领空将飞越美国的所谓 中国侦查气球给击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声称气球是中方 试图用来侦查美国战略重地 那美官员就表示 击落气球之后 美政府直接与中方进行了沟通 并且向盟友还有伙伴国家 发出简报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5号发表声明 回应说美方用武力来袭击 民用无人飞艇 这是反应过度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美东时间4号下午 一个被确认为 中国无人飞艇的白色气球 在南卡罗莱纳州 莫特尔比奇附近 离岸约六海里的大西洋上空 被击落 气球被击破时冒出一阵白烟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 气球残骸散落范围 长约11公里 水深约14米 美军称F-22战斗机 发射了一枚响尾蛇导弹 击落气球后 美国海军及海岸警卫队 开启残骸打捞任务 出动多艘船只 在气球坠落区域周围 建立了安全防线 一名高级军事官员表示 预计耗时未知 但鉴于残骸 落在仅约14米深的前海 打捞工作应该相当容易 总统拜登表示 早在1号就已下令 尽快将气球击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仍坚称 中方是试图用这个气球 美国大陆的战略重地 国防部官员又声称 这个气球属于中方的 一支气球舰队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 气球在1月28号 进入美国防空识别区 30号进入加拿大领空 31号再度进入美国领空 美国2号对外公布此事 连日来气球穿越了 美国中部多州 气球还引起美国媒体关注 击落行动前 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 以支援国防部的国安行动为由 一度暂停南卡罗莱纳州 及北卡罗莱纳州 一共三个机场的飞机起降 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 袭击民用无人飞艇 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中方经核查后 以多次告知美方 飞艇属民用性质 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 完全是意外情况 中方明确要求美方 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 妥善处理 美国方部发言人也表示 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 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 在此情况下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中方将坚决维护 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 同时保留做出 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冯卫视综合报道 而对于这一次 民用无人飞艇过境事件 相关话题 我们就邀请到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学者 谢陈森森 来帮我们点评分析 学院先生你好 你好 学院先生 我们看到美国动用武力 击落了无人飞艇 这么大的动作背后 什么样的目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应该说这个事件 是充分反映了 中美关系的 目前这种极端的脆弱性 一个民用气球 都可以演变成为一场危机 特别是在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已经公开承认 这个气球是属于中国 而且是一个用于 气象科研的民用气球的情况下 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 而误入美国 而且公开表达了遗憾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依然动用最先进的战斗机 使用昂贵的空对空导弹 将其击落 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反映出了中美关系的脆弱性 同时也反映出了现在的美国的政治当中 有意要利用中美关系当中 任何有可能出现的这种问题或者摩擦 来谋取政治利益 那么第二应该我想说的是 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和部分政客 甚至于现在 从美国防长奥斯丁的公开表态上来说 应该说是对中国的这次的气球的事件 是做有罪的推定 中方已经公开表示 这是一个民用的 用于气象科研的气球 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纷纷都是用中国间谍气球的 这样一个标题 来进行大肆的报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气球残骸打捞以后的调查 以及这个调查的结论 是非常令人关注的 但在目前的这样一种氛围 以及主流媒体和部分政客的 这样一种有罪推定下面 比如说美国的右翼政客 马可卢比奥 也就这个事件做这种有罪推定 那么这种调查到最后 能否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做出公开公正的这样一种结论 中方应该说是缺乏性 更有意思的是 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匿名的官员 在最新的报道当中 他提出特朗普政府时期 也曾经有过三次高空气球 被推测是来自于中方的高空气球 穿越美国领空的这样一种事件 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 并没有做这种公开的表态 现在主要是因为是这一个气球 在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并没有被识别出来 而是被美国的普通民众通过肉眼发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一种 对拜登政府的视察 不做反应的责任的追究 所以这种政治压力之下 无论是击落也好 或者是事后的调查也好 是不是能够顶住压力 这个是很令人担忧的 最后是美方总是声称 中美关系是需要建立护栏的 那么现在说明了这个事情 恰恰反映了目前的双边关系当中 几乎没有护栏 那么如果是因为这样一个事件 现在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如果这个反应 如果在事先做评估 不会上升为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能让它出现这样一种 类似于自由落体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如果这种估算有误的话 这个升级的迅速的上升 有可能会给中美关系 造成重大的这样一种损害 这个才是未来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徐先生 美方真的要审慎行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 其实飞艇事件的本质上 就是话语权的争夺 那对事件定性权的争夺 那事件的关键性值是民用意外 但这一些定性完全都被美方给忽视 把意外事件当成了议长 展示肌肉 诋毁中国的武力秀 被污名化的飞艇 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进一步来看 凤凰观察 中国外交部5号的抗议 是以外交声明的形式发出来 比前两天 发言人表态和答记者问的形式都有升级 美国夸张地用能力强大的F22 去狙击移动缓慢 不具有任何攻击性的中国民用飞艇 当成火把子予以击落 美方起码动用了海军和空军 参与了对中国无人飞艇的围剿 大动干戈 而这种围剿 其实体现不出美军战力 事件本质上是话语权的争夺 对事件定性权的争夺 中方明确告诉美方 飞艇事件的关键性质 是民用 无人 误入 偶发 但这些定性完全被美方无视 用导弹打击就能够看出来 美方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定性事件 完全不听中方的澄清 美方明明知道 有更加冷静的妥善处理方式 却以一种夸张炫耀的做法 极力推升事态 美国国内对中国狂躁的 非理性声音压倒了专业与克制 甚至裹挟了总统拜登 他被批评政府动作太慢 从处理偶发事件 可以看出美方对中美关系 还存有多少善意和诚意 对待偶发事件 是两国关系成熟度的试金石 如果飞艇事件发生在 两个友好国家之间 完全可以通过沟通避免误判 相反 在美国这样的非理性气氛下 就极容易被无限放大 上纲上线 美方动粗是布林肯打电话 给王毅之后 说明美方无意保持定力 即使沟通无效 不看重避免误判 不在乎管控分歧 与中方的希望背道而驰 在中美关系中 事件又成为一枚钉子 双方在日后交往中 还需要努力拔除 消除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凤凤华卫视家小宫综合报道 另外一方面 进一步的调查之前 气球已经消失 根据CNN的消息 哥斯达利加和哥伦比亚 至少有六名的目击者 声称看到了白色气球 要换一个焦点 来看到俄乌战事 持续当中 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 继续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市中心有防务被毁 而乌克兰总统泽利斯基也承认 前线的形势非常严峻 俄军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 要突破防线 如果说巴赫木特失守的话 将会让顿涅茨克 其他的主要城市都面对威胁 乌克兰东部 顿涅茨克继续爆发激烈战斗 俄军继占据巴赫木特北部 和南部的定居点后 正试图扩大战线 以切断附近城镇的补给线 顿涅茨克有防务被炮弹击中 防顶损毁坍塌 工人用起重机将瓦力石块移走 据当地紧急部官员表示 有几座房屋在炮击中严重受损 并在瓦力中发现一名当地居民的遗体 官员指乌克兰炮兵需对袭击负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4号发表视频讲话时承认 巴赫木特等东部前线地区的局势 越来越艰难 俄罗斯正投入越来越多力量 来摧毁乌军的防御 西方盟友承诺提供更先进的远程武器 可能有助扭转战局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玛利亚尔4号稍早前在社交网站发文指 俄军试图突破巴赫木特河和利曼防线的努力 已经失败 克里姆林公也承认 俄军在围绕巴赫木特的战斗中 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加拿大国防部提供的片段显示 首辆提供的德国制鲍二型坦克 已再前往乌克兰途中 其余三辆承诺提供的坦克 亦会陆续复运 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会确保英方提供的军事装备 尽快到达前线 又指本星期已经开始 在英国训练乌军操控挑战者二型坦克 英国国防部就指 下月底前英方提供的坦克 会抵达乌克兰 而一度因电力分战超负荷运作发生大火 导致大规模断电的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 重要基础设施的供电已恢复 乌方官员表示 修复可能需要数星期 会要求土耳其提供协助 乌克兰能源部长4号稍晚时间 在脸书发文称 所有重要基础设施的供电已恢复 奥德萨将由水及暖气供应 并恢复全市约三分之一的供电 乌克兰国家电网首席执行官 库德里茨基早前表示 在俄军多次导弹袭击下 重要的发电设施已受损 又指如果电网再遭俄罗斯导弹 或无人机袭击 情况将更加严峻 数月以来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网络 发动系统性攻击 导致数百万人在寒冬时节 陷入黑暗和寒冷之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也是现在进行式的 也就是关西顿巴斯战略 决胜胜负的巴赫木特战役 还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接下来看我们记者 发自现场的现场报道 星期六 在巴赫木特的西南方向 瓦格纳集群继续在 伊沃诺斯卡亚附近 进行攻击的行动 目前的接触面 位于巴赫木特以西 卡索富亚尔战略定居点 目前俄联军的部队 距离这条公路 只有两公里左右 瓦格纳集群 从巴赫木特南部方向 也袭击了巴赫木特的东角 瓦格纳团队还继续对 巴赫木特北线的红山进行了攻击 乌克兰首军尽管目前触景艰难 但是并没有撤退 瓦格纳集群当天还在 索莱达尔以北区域 控制了尼古拉伊夫卡市 这个定居点 可控制前往塞维尔斯克的 公路和铁路线等 但是乌军的南方集群司令部 正在调遣更多的增援部队 增援巴赫木特的驻军 星期六的晚上 乌克兰首军也在巴赫木特西部地区 准备后备的防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0机械化旅的部队 已经抵达 已取代在巴赫木特战斗中 几乎被摧毁的乌军特组部队 波尔塔瓦营 与此同时 乌克兰第214独立营 被转移到了卡索夫雅尔的防线 其任务就是保卫城市 此外 来自哈尔科夫地区左洛切夫的乌军的旅团 也将抵达这个区域 并企图扩展斯英雅特食品厂的阵地的控制区 尽管俄罗斯集群在巴赫木特市区的攻势猛烈 但是也没有迹象表明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首军 开始有系统力撤出这个区域 到目前为止 补给的可能性对乌军来说仍然存在 乌军也将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城市中的阵地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星期六的当天 俄军控制了巴赫木特市区 卡拉斯拉亚三高地和帕拉斯克维耶夫卡的街区 这对于加速夺取巴赫木特市 具有相当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巴赫木特东北地区的索莱达尔方向 周六 瓦格纳突击分队占领了 尼卡拉耶夫卡村 占领这个村庄 将直接打开通往巴赫木特乌军第一道防线阵地的道路 根据前线的一些报道 乌军开始从无险可守的 别洛格罗夫卡进行撤军 俄军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五边境营 约70%以上的兵员战损 从切尔尼哥夫地区抵达的乌军第五边方支队 也被迫撤出阵地 据报道 每天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巴赫木特级周边地区的战损 300人至500人之间 155毫米炮弹的日消耗量 在19000发以上 俄罗斯军事专家评述 在这个方向作战的瓦格纳集群 目前采取了10人小组 24小时轮战的进攻方式 这让乌克兰守军精疲力竭 乌克兰军方也表示 目前俄罗斯已经向这个前线 派遣了瓦格纳雇佣军特种作战分队 以及俄罗斯总参谋部总局的特种部队 在巴赫木特前线与乌军交手 局势最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军事专家的观点认为 在未来的几周内 乌克兰军队可能会撤出巴赫木特斯 以及周边 一切都将取决于乌军新防线的准备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国防部目前已经宣布 由俄罗斯总参谋长 格纳西莫夫担任俄乌战场的总指挥 当然了 这个位置也是俄军在俄乌战争开战以后的 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职务 当然这些事态的这种人员自换的这种态势 也是标志着俄军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决心 以及投入兵力的规模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 Vlat Iwan在顿巴斯西线的报道 再看是德国总理舒尔茨近日在接受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采访时就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话会谈中 没有威胁他本人或者是德国 舒尔茨指出与普京的通话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对于乌克兰当前局势 完全不同的观点 而对于向乌交付暴事坦克一事 舒尔茨表示德国将会保持冷静 并且在未来继续的权衡所有的决定 而针对普京将德国等国家军援乌克兰的行为 与二战时期相比较 舒尔茨表示拒绝 他说这只是普京为俄罗斯发动战争所做的辩护 另外一方面 舒尔茨也证实已经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达成的共识 乌克兰不会向西方提供武器 用于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那德国还将与盟友来密切的协调 要仔细的权衡每一次武器的交付 他们说这一种联合行动可以避免冲突升级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你持续加入我们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今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在香港也举办了各式的庆祝活动 我们会看到在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 他们以这个主题为 兔来运转花灯迎欣喜 为主题设置了一系列的彩灯布置 市民在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中 要欢度佳节 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期待 由于明天也将迎来与内地 还有港澳全面通关的首日 那市民对于全面复偿 满怀期待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 仍旧在尖沙嘴现场的记者王雨婷 雨婷午安 元宵节快乐 湘宇 元宵节快乐 我看你的背后好多的装饰 好可爱哦 民众现在在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还有大家对于明天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好的 想议 首先呢我要在电视机前 祝大家这个元宵节快乐 合家团圆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香港的尖沙嘴中心的露天广场 可以看到我身后啊 已经布置起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彩灯 那么这个主题呢 也是兔来运转图一个新年的好兆头 那么这个是体现了香港传统的 纸扎的这个扎作记忆 都是请了香港这个九富盛名的老师傅 来制作身后的这些花灯 可以看到有传统的这个香港的醒尸元素 还有就是兔年的可爱的小兔子的元素 以及一些过年大家爱吃的点心和这个橘子都在上面摆放着 那么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全港近期都在关注的一件大事 就是明天开始香港和内地就要恢复全面的免检疫通关了 那么我自己个人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毕竟我也是有一年多没有回到内地了 那么除此之外 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些市民啊 他们同样的心情也都是非常的欣喜 也觉得这几年都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也希望等到这个全面通关之后 回去内地看一看啊 转一转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现场也会发现 有一些内地的游客 已经提早在这个全面通关之前一天 都已经来到了香港 在这里转一转 然后购物 并且呢度过一个香港这边的元宵节 除此之外呢 香港特区政府也是为了这次全面通关 来复苏旅游业啊 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了 大家也知道近切港府是下了大手笔 派发了50万的免费机票 也作为是给全球各地游客的一个礼物 希望他们呢 能来到香港来看一看 那么除此之外啊 香港旅发局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叫这个香港游礼的优惠券 那么在香港的这个四个旅客口岸 都是可以领取这个优惠券的 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尖沙嘴中心广场旁边的 旅发局的游客咨询中心 就可以凭借自己非本地的身份证件 以及非本地的电话号码来领取 港府送给你的这个礼物了 那包括呢 是可以在香港的各家的酒店 以及酒吧获得一杯免费的饮品 也像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四季啊 半岛啊 都是有机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港府之后还会举行一系列的大型的这个活动 都是期待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尽快来拉动香港的经济 来使香港的旅游业赶紧复苏起来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 剩下的时间就交还给祥宜 好 谢谢雨婷和我们团队 记得待会儿去吃一碗热乎乎的汤圆了 那刚刚雨婷也提到了机票 机票的问题要来看到了 是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林天福 在周日一个电台节目中就表示了 向旅客免费派发的机票 这数量啊一定要足够多才能达到宣传香港旅游的效果 而目前50万张的机票将会根据疫情的旅客来源地的比例呢 是来进行分配的 以亚洲国家为主 另外一方面机场正在进行航天城的建设 也希望依托大湾区的发展将未来的庞大客流转化为经济发展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你好香港宣传活动 香港机场管理局将向旅客派发50万张免费机票 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表示 疫情初期航空业面临现金流短缺问题 向特区政府及机管局求助 当局决定先向航空公司支付现金之后再购买机票 用以在疫情后吸引旅客 目前机票出发地以东南亚及东北亚国家为主 要做到有效果 你送三几万张是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有震撼性的数量 才能达到一个宣传的效果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其实疫情过后 全世界都争这些 所以当时觉得最公平的方法 就是以疫情前整体香港那些旅客 分布的情况作为一个基数 所以表示就说 如果在疫情前 我们有大概百分之七十几的旅客 都是来自亚洲 东南亚有多少 那我们就其实每一个国家 在疫情前的比例是多少 就用那个做个基数 来决定应该买多少张机票 林天福提到 疫情期间 机场每天最少只有几百名旅客 目前已恢复到每天七到八万人 约为疫情前的四成 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 预计今年底才能恢复八成旅客量 而要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则需要至少一年半 乃至两年 但他也预计 随着机场第三跑道启用 社会也逐步复偿 到2035年 香港机场每年客流量 将超过1.2亿人次 而当局早在2016年 就提出航天城发展计划 建设及商场 娱乐设施 酒店等于一体的机场城市 将庞大客流转化为经济发展机遇 赤立国的位置 刚刚正在整个珠三角 或者一个大湾区的中心点 三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在这个机场里面 有了港珠澳桥 屯赤 就驳进去屯门 以及去到深圳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 从我们的地理位置 以及我们的交通陪同 我们是四通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希望能够将 我们的机场本身的经济价值 全部提升 林天福说 希望通过航天城的发展 带动香港乃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成为大湾区内一个新的地标 也成为大湾区内最重要 首选的航空枢纽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将会在6号就要全面恢复了 不过现在有内地的民众就指出了 内地多地目前仍然没有恢复 自助办理赴香港的签注服务 至于人工窗口办理的预约名额 早就已经爆满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在即 不少内地民众都关注 自助办理香港签注的恢复时间 疫情前 内地居民可以通过自助签注机 自助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服务 不过目前自助机只能办理赴澳门自助签注 而赴港签注就只能先在网上预约后 再前往出入境大厅的人工窗口办理 广东北京和云南等多地出入境办政大厅 大排长龙 而网上预约名额也是爆满 有来自上海市的网民表示 未来几天的人工签注预约名额都显示为零 广东广州市出入境网上平台也显示 近期最快办理点已预约到十天后 市区内的办理点大多已预约到月底 而深圳市就有网民发文称 在出入境大厅 有现场工作人员建议 有深圳户口的民众可在周一前往 届时不用排队 可当场出现 网民认为 对方可能是暗示周一恢复自助签注服务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 马上回来 大家要关注到的是 台湾的陆委会在四号表示 两岸小三通将会在七号常态化执行 那么覆盖的群体 还是限制为金马地区的民众与大陆配偶 陆委会就表示了台当局 当天是何可 原定六号期满的春节小三通专案 将从七号起改为常态化执行 也强调政策是在疫情的可控前提下 逐步的恢复两岸人民健康有序交流 而对此 有大陆的台商就表示 应该要进一步的开放 台湾本岛的民众也可以搭乘小三通 才能够让台商往来两岸得到便利 而且后续符合开放条件的民众 恐怕也不多 就怕连小三通的船只运营都会出现问题 那每要看到是台湾今年的元宵夜市 非常的热闹 正月十四夜 台南一年一度的盐水风炮就开炸了 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来体验 距在入尔门的圣母庙 风炮也非常的刺激 另外一方面在苗栗市的元宵节 让民众体验到这炮炸降龙的震撼 那台东时隔了两年之后 也恢复了炮炸邯郸岩的传统活动 在台南 盐水风炮四号晚开炸 吸引很多民众围观体验 民众将安全帽戴好 衣服外套背心全副武装 不让皮肤外露 就是怕被风炮炸到 有民众全身包紧冲到最前面 体验被风炮遮身的刺激感 还有很多民众带着小朋友 在远处观赏 路尔门圣母庙四号晚的风炮 也相当刺激 不少民众准备好透明亚克力板 戴好安全帽 感受人炮对抗的刺激 过程中有部分民众被风炮打伤 不过没有大碍 被炸让民众感到开心 因为被炸象征好兆头 这次放的六门风炮 每一门都有上千发 而直径超过300公尺的高空烟火 连市区都看得到 苗栗市元宵节的重头戏是 棒龙之夜 四号晚在河滨公园登场 一共九尾乡龙轮番上阵 还让民众来举神龙体验 一边放鞭炮一边绕行 感受鞭炮棒龙的震撼 吸引上万人来观看 每年元宵节 苗栗的重头戏就是棒龙之夜 也被称为客庄十二大节之一 今年已经第25年 台东一年一度的炮炸邯郸爷 自疫情停办两年后 也在海滨公园再度登场 是当地元宵节的重头戏 现场民众挤得水泄不通 实名肉身邯郸 站上神轿 接受鞭炮洗礼 市长陈明峰也亲自下场体验 他笑称被炸得有点痛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把镜头转到上海 大家是来到了古典园林 御园一同享受春天的惬意 2023年春节 新冠感染一类一管政策实施后的 第一个公众假期 不少游客终于实现了出行自由 在上海御园灯会人山人海 自开等以来相比2019年同期 客流量从趋近持平到反超 育员商城内的商家预计 整个商圈的日均客流量 十四五万人左右 远远超出预判 集中上班的这段时间 初七到初十 人略微会少那么一点点 大概是原来的七成左右 然后这两天人数又上来了 因为可能马上元宵节要临近了 所以说在元宵节临近的情况下的话 客流我们会 因为育员给大家的概念都是灯会 所以说元宵节逛育员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时候人流会比较多 营业是这样 我们每天早上十点钟正式开始营业 九点半基本上开始做准备 十点钟正式营业 然后我们每天也到十点钟结束 但是基本上到结束的时候 人流都还不散 凤宵生动 玉壶光转 传统灯会是江南地区元宵节 不可或缺的民俗 在一线工作 我给我感觉就是大家今年的消费热情 还是蛮强的 就是感觉大家舍得花钱了 不像前两年可能大家都待在家里 再加上经济收入上面也没有 大家没有工作 加上就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 然后现在难得放出来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有激情 然后过来大家都很开心 上海老字号前也大排长龙 人们热衷的传统美食 依然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节日记忆 凤凰卫视高卫家葛静上海报道 那么在2月4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历春 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一周年 北京首钢冰球馆当晚也举行了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 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 另外鸟巢 冰立方等创造了 无数冬奥会精彩瞬间的场馆 也全面地对外开放 大家也可以尽情地来到这里来玩耍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 系列活动 以非凡冬奥路一起向未来为主题 启动仪式现场呈现了开场视觉秀 冬奥歌曲和精彩短片 在视频致辞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北京冬奥会遗产成果 已经开始汇集民众 所有奥运场馆均已面向公众开放 北京冬奥会在创新绿色科技 普及健康积极生活方式 发展冰雪运动产业等诸多领域 树立新标 而在北京冬奥举办一年后 鸟巢 冰立方 雪飞天这些创造了 无数冬奥会精彩瞬间的场馆 以全面对外开放 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 现在正举办首钢圆冰雪会活动 活动现场占地2万平方米左右 项目包含单板滑雪体验 雪上城堡等十多种 方便市民充分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在冰立方 冬奥冰湖赛道已通过冰水转换技术 完全变为了游泳水道 北京冬奥会后 冰立方拆除了可移动可拆卸的冰场结构 重新恢复为拥有一池壁水的水立方 冰水转化过程一般持续两周 未来 水经过排空后 铺设相关结构和制冰系统 就可以恢复为冰面 今年的鸟巢欢乐冰雪季 设置在了国家体育场的北侧副场 占地面积约为3.4万平方米 一共提供了20多个冰雪体验项目 本届鸟巢欢乐冰雪季 今年1月开放以来 接待游客已超2万人次 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 这里摇身一变成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无论是雪道新手 还是技能点满级的发烧友 都能在这里解锁不同玩法 目前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的冬奥赛道体验项目 已在春节前亮相 游客可在体验区参观雪车 体验钢架雪车起跑出发等项目 从2月4号开始 国家速滑馆举办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 本次比赛设有男子女子500米竞赛项目 包括青少年夹一组 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五个组别 共有71名选手参赛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在关注法国总理博尔内 在5号是提议缓和法国养老金政策改革计划 要赢得议会中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政府之前就计划将工人的退休年龄 由原本的62岁上调到64岁 也延长他们的缴税年限 遭到民众大规模的罢工抗议 总理博尔内就提议 让20岁前开始工作的工人可以提前的退休 以赢得议会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支持 尽快通过改革计划 法国政府之前就指出 养老金改革是要保障政府在未来几年 财政免于赤字的必要措施 但由于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 失去了议会多数的席位 也因此需要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 才可能通过改革 从改革计划提出以来 法国民众已经举行过两天的全国大罢工 而工会也计划在7号要进行新一轮的罢工 也要关注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正在南苏丹进行围棋三天的访问 那么4号在首都朱巴也会见了流离失所者 并且在约翰加朗陵墓参加祷告活动 这一次也是南苏丹独立以来 首次有教宗到访这一个拥有 270万名天主教徒的国家 当天方济各在南苏丹首都朱巴 会见了2000多名国内流离失所者 听取他们的可怕遭遇 有幸存者讲述了武装人员洗劫村庄时 自己和家人躲在灌木丛中的恐惧 约有200万南苏丹人 因种族斗争和自然灾害 而被迫逃离家园 其中妇女和儿童占据大多数 方济各强调 南苏丹的未来取决于对待妇女的态度 呼吁尊重和保护妇女儿童 此外 方济各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维尔比 以及苏格兰教会领袖格林希尔兹陪同下 在约翰加朗领木参加祷告活动 与南苏丹信徒一起探讨国家 通往和平的道路 Adoperiamoci fratelli e sorelle per questa unità fraterna tra noi cristiani e aiutiamoci a far passare il messaggio della pace nella società a diffondere lo stilo di non violenza di Gesù perché in chi si propesa al credente non vi sia più spazio per una cultura basata nello spirito di vendetta 在活动中 坎特伯雷大主教维尔比 还发表讲话 督促南苏丹的年轻人拒绝仇恨 武装冲突和性暴力 2011年 南苏丹从穆斯林战多数的苏丹独立出来 此后 南苏丹的内战和冲突持续不断 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闻最后来看到巴西的第一大城市 圣保罗的民众四号举办的活动 要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你看到是在圣保罗的著名街区 利贝尔达迪 大批的民众欣赏中国传统的武龙武师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想要伸手来摸一摸石头 要添加好运 再次祝福年元宵节快乐 再会